事资、政治以外还有生活 其实阅读、旅游、建筑、文化这些都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每个礼拜六四点到六点 城寨的三不满,我郭炳孙 我刘世良,和大家一起发掘生活的乐趣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城寨给人的印象就是很多剝牙佬 而我们在城寨里面都希望像一群剝牙佬 专门外面经常说歪理那群权贵的棚牙 大家在看的是城寨 我是周博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由J胡普通话新闻所引发的繁简之争 城寨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真正的原因就是人民日报海外版覆唱 譴责香港人 誇大繁简之争 说出简体字有多么好 浸会里面同时爆发内地生和本地生的大字报 即民主场上的麻战 这些民主场里面 大陆的学生叫做弱智强角小粉红 我想很多听众都不知道小粉红是怎样来的 我想解释一下给大家 小粉红就是源自当日他们翻墙去台湾 就是由内地的一个很出名的 叫做帝巴李毅的一个粉丝团 当初就是说踢球的东西就不是 就是一群这样的人去翻墙 去台湾那里去英文的Facebook 去民进党的Facebook 去东西新闻 去三立新闻 那群网军 那群真心交流很多 不是政府的五号 小粉红的意思 又不是完全深红 又未去到周浩鼎那一只 可能就让周浩鼎走中间 即是王承智那一只就是小粉红 可能 所以他用超人衣 應該改成粉红 可能会更好 整个基佬 不要侮辱基佬 不會是这样 这些就叫做小粉红 小粉红在凡体字的时候 經常有几个论 歷史文字發展就是由凡到凡 這個是錯的 第二就是掃除文盲 掃除文盲 究竟简体字是否影响色字率呢 這個就要講回日本的故事 其實日本在盟軍佔領的時候 曾經 日本有些語言學家和盟軍 都覺得 漢字是令到日本傳播軍國主義思想 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日本軍國主義宣傳裡面 都是用古文的 什麼一億肉碎 那些 用漢字的古文 用漢字的古文 那些鬼都看不明白 日軍出戰的時候 即是上戰場之前 插著旗在背部 都是寫古文 旗戰死 旗就是旗頭的旗 戰就是戰爭的字 死就是死亡的字 希望自己打死 戰死沙場 所以當時盟軍佔領的時候提出 要將日本的語言 轉成是拼音文字 完全終止漢字 就好像英文那種 因為他也有假名 當時日本的語言學家 有一些日奸 支持這個計劃 結果他們想出一筆 要找抽樣 找一班日本的普羅百姓去考試 考一個漢字的識字率的事 去證明 繁體漢字 令到日本人的識字率低 結果真的找抽樣 抽樣找出來之後 結果出乎意料之外 就是 只有2.1%的日本人 是文盲 即是說 用繁體漢字的日本人 的識字率 差不多比美國還高 已經是世界潛烈 這是事實 江戶時代 日本未到超和 未到明治為身 日本人的識字率已經很高 所以最終 這個盟軍 當時馬克亞塞下面 負責廢除漢字的人 要求日本的語言學家 叫他修改調查結果 而這個日本語言學家 就退絕 他說 雖然廢除漢字是我的理想 不過我不可以做這件事 結果盟軍最終放棄了廢除漢字這件事 中國當時推行簡體字 大家沒有講下半個月 下半個月最終是把中國文字羅馬化 變成拼音文字 這是共產黨 所構思的 中國漢語發展的終極目標 大家不要搬龍門 不要說為了普及識字率這麼簡單 當然他把中國漢字羅馬化 是不是為了普及識字率 我不知道 但是我只知道共產黨 是最反傳統的中國文化 所以才有文化大革命 所以你說他是不是純粹為了識字 而去設計一套簡體字 我覺得不是 這是事後的正確 難怪 如果你這樣說 把中國文字羅馬化 其實是他們以前做過的 80年代我搭那些空車回去 我也寬影 寬影 他們是用浪漢 是文中文的 我那天一樣 80年代回大陸 也是那些火車 進廁所 水洗手盆 上面寫著一個牌子 非飲用水 是一串的 非飲用水 是一串的 這個已經是羅馬化了 是德文那麼長 80年代 初期 我看到大部份的路牌 火車上的指示牌 有些甚至是沒有中文 只有羅馬化的拼音 才可以讀出來 這個才是終極把漢字改革的目標 其實最終是廢除漢字 跟當年盟軍佔領的日本是一樣的 但是盟軍佔領的日本 你都說是外來的政權 他想消滅日本文化 中國不是 是自己人消滅自己的中國文化 這個才是 今時今日 這些小粉紅 真的不要搬龍門 你們知道太少了 原來他們的祖宗 其實是想廢除漢字 肯定是廢除漢字 這個也是有紀錄的 你看他有開會 漢字委員會等等 剛才我說過 第一樣 同音假借 是令到大家很混淆的 教育局班人是完全不懂的 如果你在中學推行這個簡體字教育 即是把同音假借 即是一個音有幾個字 令到那些學生 完全是烏你單刀的 烏SIR 更加混亂 對還是錯 譬如我 後蘭失火寫了皇后的後 是正確的 十二生 燒 我寫了 或者吹燒 燒 燒 吹燒 臂小姐 不知道 難解會不會 燒燒 燒小姐 真的難搞 第二樣 簡體字所造成對漢字的破壞 就是燒除了捕手 很多人以為捕手的消失可有可無 或者令到 很多人好像不需要多的字 因為是同音解者 即是一個音有幾個字 你會少了這些字 靈活運用 其實是錯的 捕手是什麼意思呢 捕手 捕手就是偏旁 偏旁的意思是指示讀音 還有有時候是什麼呢 譬如 那個 譬如 身 愛字 身字 如果他站人邊 即是身長手的身 如果他變成禮衣邊 就是神 就是看他配什麼捕手 其實是有意思的 因為那個捕手 有時候是住在陰 有時候是住在義 譬如 三點水 即是跟那樣東西有關 跟水有關 或者是企人邊 是跟人有關的 因為他配了一個人 就像身長一樣 配了禮衣邊 就是說上面 鬼神 但是 簡體字最糟糕的是什麼 就是取消了捕手 很多次取消了捕手之後 就連個字都變成 為什麼我們叫做殘體字 很多小粉紅不接受 他就說我們叫做簡體字 為什麼你要貶低 我們叫做殘體字 殘體字的意思是殘缺不存 是殘廢的 一個字沒有了捕手 其實就是殘缺不存 尤其是你的面字 食麵 麵 你真的是這樣 你墨字捕手 有意思的 你現在沒有了那個墨字 就變成一塊臉 為什麼不是殘體字 不存 就是因為你本身是殘缺不存 因為所有這些捕手 由許慎的說文解字 我們今天經常說文字 文字 中文我們叫做 文就是捕手 字就是另一邊 是文和字構成我們的漢字 所以你說這些不是敗壞中國文化 為什麼我們香港人會歧視他們 擺明是歧視你的 現在不用否認 不用說包容 我一定是歧視你的 原因就是 因為你是錯 你是不合理的 你那些簡體了的 第二第三批的簡體字 愛無心的已經很離譜 你從那個字的尾學 除了邏輯有問題之外 譬如抗詠孫的抗字 你無厘頭 拿走別人的黃字 剩下一點一劃一撇 還有一個耳朵 你裝出來的那個字 多麼醜樣 空撩撩的 工廠的廠字是空撩撩的 廠才正 廠是空撩的 一劃一撇 中間沒有了東西 中間沒有了東西 生產的產字也是 沒有了一個生 所以殘缺不存就是這個意思 殘體字就是這個意思 因為捕手偏旁 如果大家只有文字學的基礎 你也知道 那樣東西不是一個 沒有功能的一部份 它是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好了 你說是不是用了這種 一陰多二的字 令到識字率會提高呢 我覺得不是 識了一些符號 他會更煩 你明白嗎 識了一些沒有意義的符號 而且他要糾正自己的錯誤 他要經過過程 結果他學習的時間 不會短暫 還長了 是的 第二 我覺得 內地 他近年其實是知道自己錯的 所以他是什麼呢 他在內地全面推行書法教育 書法是學繁體字的 其實為什麼內地的學生懂得看繁體字呢 那個人在大字報說自己不懂是騙人 因為內地在小學已經要學書法 而學書法裡面全部都是學繁體字的 為什麼呢 就是他要延續文化教育 他也知道簡體字是政治決定的東西 而這個政治決定的東西要推翻 以今天來說也很困難 要撥亂反正的話 所以唯有靈癖一條路 就是什麼呢 通過書法去學繁體字 你問大陸的那些企業 我認識很多朋友做設計 在上面 逢你叫他們設計的商標 或者那些字 他叫他們用什麼 用繁體字 他們自己都覺得簡體字是不靚的 是噁心的 是噁心的 是不靚的 所以那些小粉紅 基本上 就知道一點 就不知道一點 就出來 所謂維護這個 中華民族的尊嚴 但我覺得維護也好 都要講水平 而且不是中華民族 你維護這個黨的 如果維護中華民族的尊嚴 就應該恢復繁體字 那就是全面恢復 應該全面恢復繁體字 第三樣東西其實還沒有講 就是這個所謂白話文的問題 陶傑成說五四之後的中文 是噁心的中文 其實這個是事實 中文有沒有白話文 有 在宋朝的小說裡面 其實你看那些明朝的小說 和宋朝的畫本 那些就是白話來的 就是金瓶梅 碎烏轉 而我們現在學五四的白話是什麼 很多是日語過來的 是日語日本的句子結構 和日語的漢字過來的 所以這個 還沒有牽涉到簡體 但是所謂的 我們所講的那種白話文 以為是好的中文 用普教宗來教 我告訴你這個都是錯的 普教宗 那種所謂的書面語 是啊 那種書面語 那種我手寫我口 我認識那些人提倡的那些 其實不代表是優質的中文 那你說廣東話寫出來 是不是代表它粗俗呢 其實廣東話有很粗俗的一面 但它也是很文藝很文雅的一面 因為廣東話是很簡潔的 你看譬如唐迪生寫的詞 那些詞 用廣東話作的 但它是很簡潔的 很多都是 當然它有那些 我們Law 那些 就是在語詞 但實際上它裡面的文字 你去看黎比德寫 許觀傑的雙聲情歌 它全部的詞 那個意境是很優雅的 所以它雅和軸都有 但問題就是 內地就貶低廣東話 所以將它雅那邊就看不到 就只是突出廣東話軸那邊 就是很多口字部的詞 這就是謊言 第三樣錯誤是什麼呢 普通話不是中國人的母語 廣東話也不是謊言 廣東話也不是謊言 無線這樣做是絕對錯誤 因為普通話其實不是中國人的母語 天津人說的是最接近 現在的所謂普通話 北京人 但是北京人的普通話 仍然充滿大量他們的謊言特色 就是捲利音 還有什麼都加一個 加一個疑字 這個才是他們的北京人的母語 所以大家不要誤會 以為中國人的母語就是普通話 全國都沒有人的母語是普通話 最接近的已經是天津 這是政治的原因 所以統一了語文 第一個錯誤是秦始皇 統一了文字 統一了文字 先秦的思想是失傳的 為什麼唯獨流傳下來只有儒家思想呢 是因為漢朝那班讀書人 他們專儒術 所以他們搶救的文字裡面 其實只是搶救儒家的思想 然後你看到九流十家裡面 很多的著作怎麼會只有這麼少呢 其實很多的已經沒有流傳下來 令到中國的古典思想 遠遠比不上希臘時代 其實這個也是秦始皇 大家只是歌頌他 所謂書同文這件事 但沒有想過書同文的代價是什麼 就是侄外了中國的思想發展 你說中國是否只有儒家 這些講人論 當然不是 墨子呢 墨子的思想是很進步的 講兼愛 講和平 然後這個莊子呢 是吧 莊子是講一些 metaphysical的東西 全部都沒有了 所以第二個破壞 除了秦始皇之外 就是摩日東 就是摩日東 所以如果你說 真是愛國的小粉紅 其實應該花點心機 去了解中國歷史 如果聽不明白我們城寨 就嘗試叫同學解釋給你們聽 那些同學恐怕不會解釋給他們聽 根本是不會跟他做朋友 只要虛心的話 千萬不要自己擺放款式去訓人 我覺得 現在大專院校的同學關係很緊張 其實是的 不是就是浸會的 我見過的 例如理工也是 廣大也是 是啊 直接在宿舍開拖 大事部貼到宿舍 我告訴你 遲早爆大鑊 遲早爆大鑊 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那些小粉紅 在大字部裡面反擊完之後 是得到《環球時報》的稱讚 是 是出事的 結果到了這班人 是的 心就開始紅了 哇 黨看得起我 是的 然後是一個宿舍的 哈哈的霸佔 他覺得自嗨 他覺得只要發表了偉論 或者謀論之後 原來《環球時報》是有看的 黨有關心我們的 是的 那還不去多少錢重呢 這樣的話 就撞著現在本土主義抬頭的大專界 但是我猜遲早就有群眾扭鬥事件出現 我覺得其實你說 那個大專的本土主義抬頭 其實可能因為他內地生有一定的比率 以及他們在裡面的一些 你說特權也好 哈伯伯也好 都有份令到這種本土主義抬頭的大專界 因為真的 那些人完全是不跟你溝通 因為我也接觸過一些這樣的學生 那些兩方面是不太溝通 是互相看不順眼的 其實有時候我去香港大陸的那些 那些 我問過那些學生 有些他們還不參與 因為如果你在港大來說 是他們的 傳統來的 比如U-Haul 是他們的傳統來的 你進來 別人認識大學 就是這樣的 他們又不參加 哇 拉他走 OK 第二就是 很多科的活動不參加 是 那些全部都是 當然是認真讀書的 嗯 但是他們的眼裡 除了讀書什麼都不懂 是 什麼都不想知道 嗯 也都借香港是一個踏腳石 還有自己很小圈子 總之就是自己就是那些 內地生就是內地生 又不會去跟 不多 去認識其他的同學 但我覺得 如果當共產黨懂得用 這些內地生 去反制香港的 你知道 對群眾對共產黨來講 永遠都有一個工具 嗯 我最擔心的是 就是這些小粉紅 他未必是五號來的 嗯 他可能真的是一個真心交 但是慢慢當環球時報 釘上這些人之後 這些人就會成為 共產黨的宣傳工具 就不斷在民主場那裡進擊 結果本土化的反擊會更厲害 甚至會變成什麼呢 同學和同學之間的肢體衝突 這個 有一個女生就是撕大字寶 其他人就是圍他 對 其實你真的不需要多 這些小粉紅 或者做事的小粉紅 譬如你真的有十個內地生 其實有一兩個這些 不斷製造 他就是劫殺整個內地生 對 矛盾 你本來想著真心交來真心讀書 我什麼都不想理 但是 走過 那些香港生 眼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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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自己都開始不順氣了 慢慢就會變成 這種矛盾越來越加深 而不溝通 我覺得 有時候是製造出來的 我覺得 這是彭定康在Project Syndicate裏所寫的文章 就是 中國政府用的字叫做 stir up the trouble 就是搞屎棍 那支棍就是黑著三個字 六八九 但是那隻手就不是 那隻手就不是六八九 六八九只是一支棍 就是stir up 就是撩起在學校裏面的紛爭 我覺得彭定康的觀察是十分之正確的 而這些小粉紅將會成為共產黨 除了李國章之外 在大專院校裏面 他們叫做什麼 去爭取輿論陣對的工具 這樣就麻煩了 就是說文革式的鬥爭 會慢慢進入大專院校裏面 我簡直是文革 你好像那些紅衛兵一樣 今年是文革五十周年 1966不開放 2016 今年五十周年 剛剛好 現在就是文革紅衛兵那代執政 習近平是紅衛兵 薄熙來也是 所以為什麼文革會再來 是有原因的 BBC今天寫了一篇文 就是講文革會再來 是呀 五十周年 是呀 那這裏有原因 五十年不變就是這樣 是呀 五十年前的事情 現在再做一次 是呀 這些 因為它不單止只是觀念上的衝突 包括什麼呢 在宿舍裏面 大家衛生的習慣不同 是呀 就是那些 洗手盆可以洗筷子等等 這些 就是廁所擦牙的洗手盆 或者洗腳 它又未至於 但是放了碗在那裏洗 試過了 不知道理工大學的宿舍裡頭 發生衝突 就是因為那個洗手盆應該用來洗手 是不應該用來洗碗的 你知道我們宿舍是不夠的 那你收了內地生之後 內地生就必然要給他們宿舍住 給他們宿舍住 主力就是這樣 主力就是這樣 如果不是的話 在家裡派片 派給弟弟妹也很麻煩 是嗎 已經欠了這麼多的空間 如果是宿舍來說 就趕走一個同房 或者是同房 這次走了 下一次就輪到你走 一起都可以 是呀 就變成資源爭奪 就不只是宿舍 也是有些所謂的熱門科目 的位子 那些位子 我覺得第三個問題 慢慢會浮現 就是大專生裡面的研究院的 九成已經是內地生來的 是呀 香港的大專院 當然也跟香港的學生 未必那麼多人願意升讀研究院有關 第二個也是對老師來說 他寧願收大陸的學生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內地生叫做 抵什麼 什麼呢 我忘記了 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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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侵害他的著作團 都沒有所謂的 比如這樣 你是內地生寫了一篇文 我告訴你 牛州啊 你發表的時候 可以將我的名字拿進去 我們 我們 到最後發表的時候 什麼都沒有做過 我就將自己的名字加進去 但是內地生就完全不會反抗 因為他都知道有之一日 他也要靠你 所以他這些是很成熟的 但是本地生就是真心交 一定告訴你 不行 你再吵兩吵的話 就揭發你 因為這個法治觀念太強 而且對於這個patreism 這個patreon 這件事 就有很反感 就會出現在那些什麼 You Secret的 Facebook 某廣司又調節 這些 但是內地生就不是 他會建議你 加你的名字 奶奶奶 所以 對一個 所謂的博士指導的老師來講 你有幾個內地研究生 就真的發發聲 原因就是 你自己的命 都要不斷出版 而且會影響 真的會令你那個影響 英子 因為多了人 你看盧創的原因 刺針奶奶奶那篇 他都是拍著內地生 就是那些東西 其實是 都不知道是不是 最後加了名字的那一隻 可能是 現在很多 特別是出科學期刊那些 人民科學都少一些 自然科學期刊那些 很多下面做Basic Research 其實是內地生 而那些內地生 也覺得加了你的名字 令到我都提升了 當然他們也不是那麼笨 我給你利用 同樣就是 如果沒有人認識你 你自己去投稿次週 也都未必會登 沒錯 但是因為我是盧寵某 所以我加上你 這樣才可以一起登 互相都有 影響英子 大家就放進去 Citation Index 引述的 被人code多少次 被人code多少次 最後 如果有機會輪選做副校長 就不會被李國章打 還可以大聲說自己影響英子 所以現在一個大專院校裏面 其實學生 本地生和外地生的關係 已經相當緊張 而你再加上環球時報 這些方寫你不死 走去Stir Up 我猜很大機會 真的會出現這些 大家肢體衝突的事 你想也想到 踏良心的就踏不到 是吧 最有什麼機會引發到他們 會踏人呢 就是這些 很簡單的 可能就是你 癡子亂扔 衛生巾到處扔 那些什麼 可能是縮射走廊 中間有個屎 可能這個機會比較小 所以坦白說 你用一些政治的手段 去不斷把矛盾激化 表面上大意想言 香港人把繁簡之爭 上綱上線 政治化 一直以來 把兩地矛盾政治化的 其實就是共產黨 自己的官媒 那些事情 你講一句 沒有問題 有什麼問題 這個官媒 現在就加上 日文日報講 現在就加入J胡這個台 J胡 我覺得應該就是這樣 應該加上 叫做黨J胡 打J胡 媒體就是姓黨 沒錯 習近平巡視完央視之後 就叫做姓黨 全部都要 央視姓黨 絕對忠誠 這樣叫做黨J胡 對 黨J胡 大家都要清楚 這個TVB 其實已經是屬於共產黨的媒體 因為它就是上海民廣集團入股 這個雷瑞江 所以你看到它入股 有幾個動作 這個也是小動作 就是拍好那五套劇都不播 現在 就要把這個交劇西遊記 放上去黃金時間播 所以我相信大家以後不斷 如果我是林有希 我一定會發達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無線電視都沒有辦法 播到廣東話的節目 其實我給王維基 我一定投資到毛記電視拍劇 又或者將那些劇 直接在毛記電視的平台播放 或者什麼 合作 現在是零選擇 不是一台獨大 那麼簡單 而是零選擇 很簡單 如果字幕的問題一樣 譬如我們看電視 就算現在很多 Netflix也好 它有Simplified Chinese 有Traditional Chinese 給你選擇 你只要將無線 變成Optional 什麼問題都沒有 為什麼Default一定是簡體字 那台灣呢 我不懂得簡體字 我台灣人在香港 現在沒有什麼 很多台商在香港 那怎麼辦 為什麼你不Optional 為什麼你一定有Default 這個是有問題 這個證明就是一個政治決定 多於一個實際的需要 而且如果你說台灣人 他就聽就行了 不用看字幕 字幕就是給你不懂聽的人 我不會聽國語 你不懂聽國語的 怎麼會需要簡體字字幕 為什麼要懂得簡體字 所以你正常的 應該配英文 告訴你 然後Optional的 就是繁體和簡體中文 我聽不明白 那我就靠看字幕 我是什麼人 其實是鬼佬 西人 是西人 但是現在看簡體字 是另外一種西人 所以完全沒有邏輯在裡面 所以那個 爭醒明才是白癡 有什麼問題 有什麼問題 就是簡體字的 有什麼問題 現在字幕 你知道功能是什麼嗎 是 我看周星馳的電影 周星馳的字幕 就是用廣東話寫出來 或者看西片 字幕是英文 都可以是這樣的 但是你不懂英文的人 他是課你什麼 我們要選字幕看 一定是看中文 他是課你不懂聽英文的人 沒錯 所以你簡體字播新聞也是一樣 要不就是optional 你不要default 簡體字 optional 你就照顧什麼呢 就是台灣的 不是用簡體字的 所以我就說 這個是黨J胡 基本上是一個政治決定 你再加上其他的 什麼呢 你看到幾樣東西 雙台發牌到現在 拖到現在 八月到期 八月到期 三月都來了 一直吹風 就說沒問題的 沒問題的 我猜現在正在捏 看看安插哪些人進去做節目 或者整走哪些人 整走哪些人 我建議安插馮偉剛 哇 馮偉剛 一定收視率高 我覺得 加上屈永賢 再加上潘麗琼 哇 將港人港地那群都搬進去 周庸 我猜就是這樣 周庸做這個 就踢走那些建吻 頂心忏 那些 小濤那些 小濤那些 馬Sir 以及早上林海峰 用潘麗琼取代林海峰 這個 周庸取代建吻 哇 那就差不多了 但是沒有人出聲 你想想想 多恐怖 行政會議那些人做什麼 行政會議 我不相信是隻手遮天 梁振英一個人 他們說 集體負責制那些 不能說的 所以就說 這幫人面對一個這樣的政局 一個這麼乾的特首 而繼續在一個卷戀權位坐在那裡 你想想想 典兆都豁出去 是啊 最多人話 典兆都豁出去 典兆後面也有很多商家佬 是啊 他自己這樣做 還不怕受到懲罰嗎 後面的商家佬 還有之前才有那些 不知道多少大商會 一起走出來發生明顯暴力 那些東西 照計都 什麼叫做 我估計是白熱化的 其實 你看到鄭曉棠很明顯就買了下去 梁振英那裡 是 所以鄭曉棠不斷出來 就是歌功頌德 所以周浩鼎也挺痛苦的 其實他怕賣錯 你知道 年輕人入得民建聯 只有一種 就是古惑仔 是啊 而古惑仔的話 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呢 如果他這次站錯隊 就很嚴重 不單止他選到有自可 選不到的話 他下一次幾個月之後 就沒得選了 我沒有的 只是永世都會做一個區議員 所以對他來說 我們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知不知道梁振英連任 對他來說 敵汗 敵完這邊敵這邊 因為他最怕就是買錯 你看到鄭曉棠這樣說 已經不對勁 田北俊是這麼說的 為什麼 究竟堅定留的呢 他跟不緊 跟著曾鈺誠又說了另外一點 是啊 他都不知道 很亂 做建制派也不容易的 原來真是抵他發的 是 建制派不容易 但是做投機 而能夠上位 更難 一定是難度的 這樣也是 先休息一會 好